嗨 大家好 哈喽 我们就是一直也有说到大家的私信说想让我们做一期那个 调查问证 调查问证 让我们做一期那个就是问 那个三十问 然后你们来问我们来回答 所以 here we are 然后呢我们就这个相机它是怎么运作的呢 就是我那天上京东 因为我的充电器找不到了 所以我又重新买了一个充电器 然后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看看 第一个问题是 赫赫第一次在网络上联系你 你是什么感受 嗯 没什么感受 他给我发自信 然后我看到了以后 我还以为他揍我呢 因为你们知道 对我也很纳闷 我说我怎么给这个人发短信 然后他给我回了一个这个 我说是不是有点什么毛病啊 没有是真的 他因为他的那个主页里面全都是那种 你知道公外投机贼大的那种 然后他本身也是健身的嘛 然后我以为我又做错什么事情了 毕竟我以前那么怂了一个人 我这个怂包 我更害怕别人打了我 然后我还以为他是要揍我 或者是找我办卡 然后没什么感受 然后就说交个朋友 交个朋友 然后第二个问题吧 怎样确认一段恋爱关系 就是处着 我觉得就是处着舒服的时候 就可以确定关系了 差不多就是 也了解的差不多了就可以了 那我俩比较着急 就是认识了没有多久就在一起了 嗯 以后的性取向会改变吗 不会改变 两个人都是双开 那肯定是不会改变的 所以就是反正只要是 我们两个在一起一天 应该就对这个东西 对他就不会改变 因为大家真的就是很关心 性取向的这个问题 就是好像 好像两个男孩在一起 就一定要就是 要 对 对 要听恋爱过程 详细一点 啊 这个是被问到的最多的一个 It's a long story Yeah It's a long story So 我们就来讲一下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恋爱过程吧 当时就是 然后十二点钟到了家 那早没有那么晚 十二点那么晚 不是我 我记得清空楚楚 反正就是那天我喝完酒了 回家 然后他在家的阳台 等了我一个晚上 坐在那里 真的我就坐在那等着他 等了一个晚上 就是看着窗外 嗯 可感动 嗯 回来了以后 回来以后 直接跟我跟我来了一句 啊 我帮我旁边当酒呢 真的 你跟你朋友过 我也喝酒了那一天 也不能全怪我 我多少有点那个酒劲 说吧 什么什么时候最感动呀 我想想啊 只能说一件事 感动的事太多了 我就给你们举个例子吧 就能 能够在 刚刚在一起 就做到这样的人 其实很少 我们俩刚刚在一起的时候 他第一次带我 见所有的朋友 因为我有 社交恐惧 对 我有社交恐惧症 我其实不是很爱跟 搜索 对 不是很爱跟生人见面 然后他带我去 然后 你知道我后面才知道 他把所有的朋友 都通知了一遍 说 你们千万不要让刘泽凯尴尴尬 当天晚上 所有的朋友们 爱说话的 不爱说话的都在找话题 都在跟我 有一枪没一枪的搭着 所以 我觉得他的朋友们 其实真的很好相处 然后他也很细心 他为了不让我尴尬 然后 我那件事情还挺感动的 下一个 不不不不 还有一个感动的事 就是 有一次我很生气 然后 因为 你们知道 他是什么样的人吗 他就是那种就是 你给他发信 他在外面 你给他发信息的时候 然后他半个小时 不会说 不好意思抱抱 我半个小时 没有看手机 我刚刚没有看手机 但是你跟他出去的时候 他那个手机永远都在想 你知道吗 永远都在会 然后 然后 然后他永远都在抱着手机 然后呢 我就有一次特别生气 一会大部分就是扎门 我有一次真的就特别生气 我就直接把手机拿过来 我就说 你跟谁在那聊呢 然后 然后 他又不说 然后我就 我也懒得翻他微信了 你知道吧 然后呢 我就直接滑走 然后翻别的 我就看什么相册呀之类的 然后我就一看 一打开备忘录 直接就没话说了 直接就没嫁吵了 先给大家看看 大家看 他的 他的这个 备忘录里面 看不见你就跟人家说吧 传统是这种 就是 开开不喜欢吃麻将 喜欢百栗田 不喜欢吃土豆泥 快哭快哭 喜欢喝奶茶 喜欢吃臭豆腐 爱吃包仔饭 海苔 喜欢喝维C 羊羔肉 牛肉干 奶酪条 然后呢 下面就是 要对凯开再温柔一些 first kiss 是什么时候 就是我在车上开车 第一次见他的时候 他没忍住 然后就 然后我车都不会开了 对他车在干嘛呀 我们两个要撞上了 你们知道吧 first night 是什么时候 第二次见面的第一天 我喝多了 然后你们知道 那个酒精一伤大呢 我就 第一次接吻的感受 第一次接吻 说吧 什么时候 我忘了 你看我猜的就是 第一次接吻是我们那天晚上 第二次见面去喝酒的时候 然后 就因为大家都喝多了 就 双方彼此的爱好 健身 他的爱好就是健身 对 然后 我的爱好 没有爱好 我就是个垃圾 他就是爱我就可以了 父母知道自己的兴趣向 obviously 在哪一瞬间决定在一起了 就是上头 上头 哪一瞬间 哦 瞬间 不对不是那一瞬间 就是我跟你说我躺在那里睡着了 放着那个谁的歌 刘若英 对我那时候满脑子在想 就是那天他在旁边打游戏 我都看着他 然后我旁边听着歌 然后就看他侧脸 我就感觉特别 那种特别温暖的感觉 你能懂什么意思吗 然后就 嗯 就他了 去机场那一瞬间 那一瞬间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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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明是两个直男 看了你的抖音后 怎么就变弯了呢 那是你们自己的问题 嗯 你们这不是 不是指什么男 不要抓了妹妹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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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骂我 吵架一般怎么办 先道歉还是相互认错 which is funny though 这是最后一个问题了 就是我们 嗯 我就看看刘德凯怎么跟你们说 我来看戏了 就我们今天才决定了 我们两个以后吵架 不给彼此冷静的时间了 因为我们之前吵完架以后 就是吵架的过程中 都会 都会让对方冷静 我从来不会让别人放我的手机 他也不会 但我们两个第二次见面的时候 就把密码告诉了对方 然后现在 其实 我以前会 就是刚在一起的时候 会看看他的手机 我跟你们讲一件趣事 哈 刘德凯有一次翻我手机 就趁我睡着了 不知道 然后我看那个就是删除 那个不是就是iPhone有那个就是 删完了以后 他有个备份嘛 然后我就翻那个备份 我说这是什么意思呀 然后他跟我说 那天本来就是他想 就是他捉 就是捉我出轨嘛 然后捉到了 翻到的是去年的 截了个图准备骂我的 然后一看就是那个日期去年的 但是那是刚在一起的时候了 然后我现在其实也很少翻他手机了 然后他也很少翻我手机 因为我觉得没必要翻他 就我们两个现在就是觉得 其实真的就是很没必要 然后 就是没有安全感的原因 也是因为就是 他在我眼里真的很优秀 很棒 太是 然后 就是太优秀了 所以没有安全感 然后 还有什么变化 还有什么变化 就是我们两个以前其实不会为家里的东西 考虑很多 然后也不会说 他其实是一个对未来有规划的人 但是我不是 我双鱼奏 我就是 whatever i do what i want 然后呢 现在就是 我们两个 他必须要考虑 对我们需要考虑 就是说 哎以后要怎么办呀 然后呢 为了彼此应该去做一些什么 智的改变 嗯 然后 然后 两个人要 互相为彼此考虑 其实就是两个人在一起 或一起要承担的东西 然后 要有责任感 然后要 上进心 对要上进心 要积极 然后 要开心 对 主要就是这些 而且不能胡乱想 谁比较爱吃醋 你们两个都为 我们俩都很爱吃 都很爱吃醋 但是他吃醋 就是那种 就是直接就炸的那种 就是谁都看 最终看出来就是 刘思凯吃醋了 我吃醋是属于那种 谁都看不出来 嗯 我给憋个两三天 然后我跟他说 我告诉你啊 我是这种 对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是我可能吃醋 我可能看到他刷谁了 我可能看眼睛 他可能看到我刷谁了 看眼睛就 然后我可能就 然后他不说 然后等到两天以后 他说 他说 喜欢那个谁吗 我 那边来谁啊 他在说啥呀 然后 他说 就那天那前两天 刷红头发那个 然后我就说 我记不起来了 那是谁 他的醋 他的醋 基本上就是要 憋很久 憋几天 然后他才能说出来 嗯 这样 下一个 两个人公开后有压力吗 没有 其实没有什么压力 因为比 相比于就是藏着掖着 其实更累 这样倒还好 嗯 两个人在一起什么时候 最让我感到心跳加速 他牵我手的时候 现在也会吗 你呀 你呢 我呀 你看刘乐凯就是想跳我这个话题 他对我压根都没有心跳加速 直接心跳停止 哈哈哈 这是要想啊 噢 噢 噢 时时刻刻 噢 噢 多会呀 时时刻刻都在家 多敷衍呀 我都在一起都有心脏病了 我跟你说 生活中谁更会照顾人 他 在《make love》方面 谁比较主动 当然 有《make love》 谁比较主动啊 哼 你当然是我啦 哈哈 一个健身的人 你们就脑补吧 自己脑补一个 有一个健身男友 你们就知道了 看下《make love》的表情都快吐了 每次最恐怖的就是 我洗完澡跟他说 宝宝 然后他就 身体就开始 啊 如果有一方变心了 我们会怎么做 代入感太强了 变心 嗯 会很难过 然后我会想要 立刻抽离出来 嗯 但会很难过 嗯 不能想想哭了 哈哈哈 我会 如果他 如果他变心了 然后找了别的人的话 我会 把他删掉 然后我也会消失 对 我会直接就是在你妈那见 就是以后大家就是 江湖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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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湖也别见 就是 这辈子下辈子都别见了 对 觉得对方像什么动物 为什么 鸡鹅 因为他可爱 他像什么 我给你们学一下 他怎么走路了 我真的就是残疾人 真的你每次走路就是这样 刘泽凯像什么动物 我真的 我真的不知道他像什么动物 他像 他像 我看了 不能拿动物 跟他做比较 行了 下一个吧 多加 交往过程 交往过程中 对方做什么事 会让我特别感动 就是刘泽凯有一次 让我最感动的一次 虽然他应该吵架了 但是 别骂我 吵架一般怎么办 先道歉 还是相互认错 这是最后一个问题了 就是我们 我就看看刘泽凯怎么跟你们说 我来看戏了 就我们今天才决定了 我们两个以后吵架 不给彼此冷静的时间了 因为我们之前吵架以后 就是吵架的过程中 都会 都会让对方冷静 一到五个小时 对 大概这样 然后呢 但是呢 我这个人就很奇怪 奇怪的一点就是 我在冷静的时候 会越想越多 然后最后导致我跟他来一句 我要回家了 我觉得你不爱我了 我要走了 然后他今天就很生气的 跟我说了一句说 以后我们两个吵架 冷静的时间都不给你 你给我马上解决 我们今天我也不知道 回答了多少个问题 反正好的不好的 你就凑我听吧 对 第一次录这个 录的不好 你们不要怪我们 对 我们中间连段都没断过 直接一大串都给你们说了 对 当然还得我剪 你管过什么 你只在乎你自己 我也剪 我们就 下期 还有什么 在评论底下 打出来 你们想看什么的话 你们就直接在评论底下打出来 然后我们下期再见 想不想看那个不心动挑战 我看好多人说了 下次我们可以考虑 考虑录一下 可以啊 没问题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吧 你们有什么想问的 或者说想看的 然后就直接跟我们评论 然后呢 记得给这个视频 点赞加关注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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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